我问问这位女士 您是从哈尔滨退休的 那您怎么想起到北京来找 这是因为我妹妹给我介绍这么一个节目 我过去我真没看过 是因为女儿在北京 毕竟陈加利叶在北京 所以如果在北京找 就干脆落在北京 然后跟女儿离得比较近 要不要再了解一下先生她的经历 行 好 那我们的先生是一位什么样的人 身上有什么样的故事 我们进入原来是你的环节 关键词有三个 父亲是前两管家光荣的石化人 想结束单身汉的日子 老父亲是什么的前两管家 我父亲是1929年入党的老党员 他主要参加了由张鼎成和邓思辉领导的 那个隐形革命暴动 真是早一代的 对 完了之后 中央红军也到福建去了吗 不是 就成立一个中央苏埃政府 我父亲在那个中央苏埃政府一般 当财政部长 前两管家 对 因为我父亲那会主要是负责后勤和财务这一块 前面打仗他可能没打过 父亲年轻的时候应该是跟很多的老一辈的革命家 其实都有过交集的 对吧 对 对 到远远以后呢 就是左前的夫人也在那个我父亲那块这个工业工作 嗯 左前当时是八路军的总参谋长 嗯 后来有一次 左前在那个延安学习完了以后呢 有一份东西就托过给我父亲 让我父亲交给他爱人 嗯 就是左前 左前还学习完了之后 到那个参加八路军的突围 完了就牺牲了 嗯 这样的话 他给我父亲那个相当于是左前列式的遗物 对 对 我得给他爱人 嗯 根红吧 是不是啊 可是这个不代表你自己 你自己呢还得要继续学习 要提升自己 为什么你最后进了石化口 是 叶山石化是吗 对 我是六七届的初农毕业 初农毕业呢 我们那会儿是到农村去 插队 插队 农村 插队 插队 完了我 我们那一届呢 全是去那个内蒙风阵插队 我那年得了这个蓝尾炎了 就留城了 就留城了 过去了之后 我又跟着我们下一届的 就是六八届的 分配 那会儿就有工厂了 那会儿在那个 咱们北京的这个西郊建立一个叫东方红料厂 为了是庆祝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0周年 必须得在这个20周年前就得开工投产 向这个20周年献礼 这么着我就是从学校分配到那个东方红料厂去了 其实当时是不是也是一个挺好的单位啊 对啊 那东方红料厂也是相当好的单位了 那个自动化程度相当高啊 那就是说 整个装置里面 全部是自动化操作 以表控制 那合着最后 其实您整个的这个职业生涯都是在石化完成的 退休也从这儿退的 对 我整个在燕山石化干了30多年吧 我听说当时去学习的时候 您还见过一个特别有名的人物 对 那会儿是我们在那个山东胜利场实习 完了那会儿是王晋喜 王晋喜去山东石化去做报告 听王晋喜在那个时候那个知名度 那可是 王晋喜做报告挺有感染力的 声音特别洪亮 王晋喜就是个工人出身 少活20年拼命拿下大油田 对 他是大庆油田 对 大庆油田 他是大庆油田的钻井工人 对 听说王晋喜是大庆 表语口号 您已经进会了